如果可以按下它自動就做出來的話 那恭喜你應該沒有問題 那裡面當然基本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從這個Range B2 代資料到這個儲存的Sales的 第二列的第四欄 第五欄 第六第七所以 這個是二列的四五六七 這個是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所以跑兩個回圈 那我的習慣先列再來 反正就 我的習慣就照一個標準化流程 但是打出來其實程式應該就OK了 好這個部分的話 好像這一題 就是 Indorates還蠻像的 Indorates裡面的話實際上就是 直接去抓取 你現在的B2到這邊 所以基本上這個儲存格是 Indirect B2 對不對 Indorates B3 B4 B5 那這個概念喔 其實Indorates蠻像那個我們VBA裡面那個Range物件 Range Range 後面也是用一個字串 比如說B2 只是說你要丟到哪一個儲存格 假設 所以我們一樣先開一個VIO Basic 然後插入一個模組之後 接下來也許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名稱的話 也許叫人士芬蘭 假設這個要人士芬蘭 那裡面資料也許我先把它Delete掉 那我們如果說要撰寫那個VBA的話 我們按不就 那一定是什麼呢 把那個B2的資料丟到儲存格裡面 所以呢當然你可以去思考了 哪一個儲存格 Sales 我要丟的位置放前面嘛 OK哪一個儲存格 這個它會先列所以第2列 的第幾欄呢第4欄 所以呢你這樣敘述的話意思說 我要丟一個資料到 這個儲存格 那丟什麼資料呢等於 那我用 Interest 類似的方法其實用Range Range呢 意思一定也是一個字串 丟哪一個東西過來呢 丟B2 OK 那如果你這樣執行的話 它會怎麼樣把 這個東西 B2裡面的東西 幫你怎麼樣 丟到 複製啦其實應該叫複製 複製一個到這邊來 這個敘述應該看得懂嗎 後面東西丟到前面去 那如果我執行給各位看 一行 有過來一個 如果下一個的話應該怎麼樣 Enter一下 下一個那就是 這邊要變多少 這邊變5 這邊的話變多少 變3 再執行 又多一個 所以其實 你只要把這個 Enter然後再一個 不對了 沒有人意思 所以其實 你只要把 類似 這種規則寫完 那結果就出來 所以 前面應該是由2 但總共好像有 8列吧 所以 2到9 這個的話呢 4 藍 到 5 6 7 所以 4到7 這個是2到9 這個是 4到7 然後那後面東西就是 2345678有沒有 其實一樣是B開頭只是說後面的數字增加 所以呢我只要把 剛剛講這個邏輯寫出來 那 結果就可以跑出來 只是說這對各位來說有點比較困難啦不過 大概你如果聊也原理原則的話 我們大概就因為我講過 這個2到9是列所以我的習慣會用for i i是列 等於第2列到第9列 Enter兩下 Next 那這個裡面要多一個藍喔 因為 後面還有個藍的敘述是4567 所以 用追我的習慣用追 等於4藍到 7藍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這樣子的話他就會幫你這個這個這個一直挖挖有沒有 24252627 再來就 34353637 一直到9 94 959697 OK一直往下跑 所以這個敘述呢就是上面這個一直往下敘述 那只要怎麼樣呢在前面這邊加一個Sales 挖挖 i 豆點追 等於什麼呢 後面那個後面什麼呢 Range 刮壺 那一定是B藍 的 後面喔 後面234 一直到33好了 可是這個東西後面 串接了 End 可是我現在 還沒有234567這東西 那他的邏輯一定是 每 輸出一次 加 1 2 初始值是2 再來每一個就加1 所以我先給個K 假設這個K還沒創造出來 那K的預設值 你就把它放在回圈的上面 K的預設值等於2 所以你會發現他跑到這邊來第一次一定是B2 那可是問題他一直都是B2所以一直都會抓同一個人所以你現在現在跑的話他永遠都抓同一個人 那你要怎麼讓他往下呢 我記得好像有沒有寫過 K 等於 K 加 1 他就幫你把 沒跑一次 把2 加了1變3 然後就變3所以現在執行的話呢 你會發現 就完成了 OK 應該可以 知道我在做什麼啦只是說真的要把它寫出來 是真的有點難度 尤其你們可能對 一個回圈 還算熟悉但是兩個回圈對哥來說稍微陌生了一點 但是很多地方因為四川表裡面不外乎就一個表格表格不外乎就藍跟列 如果你能夠理解這個道理很多地方就很快可以做出來 其實也沒有 沒有太多東西這些東西應該都是前面都教過的 OK 那再來的話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藍位 名稱要去掉 所以藍位名稱要去掉 其實 就跟剛剛 Inderrace的一樣 前面呢因為剛好都是叫MID VBA裡面也叫MID 所以MID 錢瓜湖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逗點 第幾個字 根據他的藍位名稱 所以剛好VBA裡面也是要叫LEN LEN錢瓜湖 你要告訴他什麼 那就在 我那個什麼呢 最上面這個因為我們剛剛可以鎖住 第1列對不對 可是如果在VBA裡面敘述的話你可以拿這個來改 這個來改 前面這個 你只要把鎖住那個 輸入1就可以 這個1表示說他的儲存格的位置永遠在第1列 但是呢他後面這個沒有鎖 表示他會一直變 這個道理跟 鎖住 A 第一列是一樣的 OK 然後把他刮弧 加上2 逗點 99 抓99個字 後刮弧 好這樣的話呢其實陳氏寫完了把它執行 執行一下 有不要放裡面 執行 好各位可以看到 結果 就OK了 另外當然頂多就是在寫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 程序叫清除好了也許 這地方的話就是清除裡面的資料 那清除的話那我們可以用那個最簡單的方法就Range 前面我們也講過用Range來清除會最簡單 所以Range哪一個 儲存格呢 你從第2的儲存格 一直幫我清除到 哪一個呢 G的 9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G9 OK 雙引號 點裡面有個Clear Contents CL Clear Contents就是裡面資料清掉 那這邊這樣就寫完清楚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就清楚 未來 就可以多增加兩個按鈕 就可以按下他執行 按下他就清除掉 那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試一下因為之前 我在雲端上面放的程式 可能 會 有很多的 階段啦我覺得好像也有點瑣碎 後來我發現其實 這樣寫反而又比雲端上寫的更簡單 雲端上是 還要輸出那個表格 然後最後再把它全部湊在一起 好像似乎沒有這個簡單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待會我也會把它再 放到雲端上去好了 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你可以先去思考 這個有點像是Indirect 丟到這個儲存格 他會一個一個慢慢丟 所以你可以 整理出一個規則 再把這個回圈 寫出來 然後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VPA的部分 那這個VPA有時候 如果真的寫出來 寫了 熟練之後啦 你會發現 好像似乎 處理事情 處理問題 有時候甚至比 函數來的更好用 好嗎